中共国广交会欧美订单骤驾 据外媒4月17日报道 中共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日在广州开幕 在这场号称历届规模最大的展会中 中共国出口商民显敢受到疲软的全球经济使订单下降 不少公司选择减少投资甚至缩减人力应对 在中共国结束严格疫情管控后 整体市场低迷 即便中共国三月的出口数据意外上升 然而这可能反映出口商正在消化去年 因疫情而延后的订单而非复苏 美国和欧洲的借贷成本大幅上升 影响欧美买家对中共国制造的商品需求 一名参加广交会的泰州登市企业代表林先生表示 今年为止的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0% 数十家中共国的供应商表示 有鉴于需求疲弱 今年不打算花太多钱改善生产线 目前整个全球经济表现不佳 而展会不会改变这一点 欧美订单衰退 有部分出口商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 盼能吸引俄商的订单 欧美订单的无编项是消灭的 电影响贸撸